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有一个平行地面放置的塑胶平板 那现在中间有一个小孔 一个长指导线穿过这个孔 然后垂直这个塑胶平板平面 在半径为R的两个地方放一个指南针A跟B 那虚线呢是这个导线的圆心处 那A跟B的导线放置挪托所示 没有通电流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呃,等一下哦 未通路电流向下电流时 只能称AB都指向北方 为什么?因为地磁 那现在呢,A通电之后 A偏转45度 那B偏转赛塔角 请问赛塔角是多少 来,它告诉你 这个B它是30度 那关键在于A A它是偏了几度 它说偏了 它说偏了45度 那这个是从上面看哦 原本它们都指向北方 来,这里是北方 这里是北方 原先它们都指向北方 它这里方向是北 这里是北 那原先会有什么词呢? 大家都一定会有地磁 来,地球代号写1 这叫地磁 这个呢大家都有地磁 地磁呢叫做B1 来,可以吧? 那现在电流如果进去 来,电流大拇指四指磁力线 所以磁力线它会是 顺时针的磁力线 就像这样哦 顺时针 这个没问题吧 来,磁场 在磁力线的什么线 切线 切线 这个切线朝下 这个东西呢是电流磁 电流磁我就写BI 来,这个非常关键哦 因为它说偏转45度 我们偏转的方向就是合成磁场方向 那合成磁场方向 1比1比根号2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它说45度 它说45度 那45度一定就是1比1比根号2 所以它在告诉你什么? 它告诉你就是 在这个圆上面的磁场 它的磁场 电流磁场跟地磁一样大 来,这个题目再告诉你 电流产生的磁场 跟地磁大小一样 这个很重要 这非常关键哦 所以在同样一个半径上 在B那个地方 它的磁场 也会跟地磁一样大 而且B在切线 B在切线 好,那你看哦 如果B在切线 所以这个地方的磁场 要再切线 切线就要跟这个半径是垂直的 就像这里 这个叫做BI BI跟B一样大 那合成磁场在哪里呢? 合成磁场我们就这样哦 这个平行四边形法 平行四边形法 合成磁场向这边 这个是B的合成磁场 合成磁场向这边 偏转几度呢? 用看的哦 来,用看的看得出来哦 来,怎么看呢? 因为,因为好 来,这个东西它是三十度 好,这个是三十度 那这个是三十度 然后呢 这个地方好 它是 这个是几度 这个是几度 来,因为这个是三十度 所以这个角也是三十度 那这个角三十度 好,那这个角就是几度 这个角就是六十度 这个角就是六十度 那因为这个在角平分线上 所以这一个跟这个 就会平分六十度 好,再看一次哦 三十 三十 那这边就六十 那因为在角平分线上 所以各一半 三十三十 那各一半 三十三十 所以呢 这个是三十度 这个是三十度 所以原先指向北方 后来往合成磁场方向 偏转了三十度 偏转了三十度 所以它偏转了几度 偏转了三十度 所以本例答案呢 我们选谁 我们选一就好 来,偏转三十度就好 来